《地藏菩萨本宴经》 《地藏菩萨本宴经》 我们再继续念经文 护赐观世音菩萨 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 或如补十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 王师父母乃及王师兄弟姐妹 世人年纪长大师义父母及诸贱属 不知落在何去 深合世界深合天宗 世人若能色化地藏菩萨形象 乃至文明一瞻一礼 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 文明渐行 张力供养 世人见属 假音乐故 故堕恶气者 既当结束 成师 男女兄弟姐妹 色化地藏形象 张力供养 行迹解脱 生仁天中 受圣瑟 受圣妙乐 四人见属如有福利 以生仁天 受圣妙乐者 既成师功德转真圣因,受无量乐 世人更能以三七日中一心占理地藏形象 念其名字满一万遍 当得菩萨献无边生 既告世人见属生界 佛以梦中菩萨献大神力 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见属 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 至亦千日世人当得菩萨 前所在土地鬼神 终身为父 献世衣食丰益无诸极苦 乃至横世不入其门 何况极深 世人必尽得菩萨谋顶受计 护次观世音菩萨 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理人 亦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 亦修无上菩提者 亦出离三界者 世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 世心归一 佛以相伐 衣服宝贝 饮食供养张力 世善男女等所愿述成 永无障碍 付赤观世音 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理人 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 百千万亿等世 但当皈依占理 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 如是所愿所求 续界成就 护愿地藏菩萨 巨大慈悲 永永复我 使人亦以睡梦中 既得菩萨摩顶受祭 我们经文念到这里 那么在这一段里面 可以讲是 释迦牟尼佛对 观世音菩萨讲 这个 供养赞叹 赞理 地藏菩萨 所得的这个 利益 那么他这里面提到 第一个重点 我认为是 超度 是超度 这个重点 那么这就是表示 好像是说 他这里面所写的 就是讲说 你好像你年轻的时候 或者小孩子的时候 或者小孩子的时候 父母就不在了 或者是兄弟姐妹 已经不在了 那么 长大以后呢 你失忆父母 跟所有的兄弟姐妹 那么如何去超度他们 他这里就讲了 他这里就讲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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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或者兄弟姐妹 那假如过去的父母 跟兄弟姐妹呢 是在三恶道 那么他们就可以升天 那假如是已经在天界 他这里面写着 他这里面写着 转真圣音 转真圣音就是说 他们本身的这个福分 更加的增加 所以我常常讲了 这个很多的这个弟子来信 问说 已经超度过了 还要不要再超度 或者是说 他已经知道父母已经升天了 那就不用超度了 这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 假如父母已经在天上 那么他这里讲 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功德 就转真圣音 增加他更大的福分 或者他们再往生 更高的境界局 这叫做转真圣音 这一点很重要 有些人讲说 哎呀 他已经转世了 转世就不用了 不用再超度了 很多人都以为 我父母已经转世了 那还超度他干什么 不用超度了 那么父母已经在天上了 那就不用超度了 其实还是要的 因为可以转真圣音嘛 你假如在人道 转身为人 但是你以前的这个子 你不知道 继续再给你超度 那你就能够遇到明师 能够学佛 懂得学佛 这个就是转真圣音 你会有很大的福报 在增加你的福分 这个都是有益处的 所以超度啊 是 我们做这个阳世子孙 对于祖先本身的 一种恭敬 一种孝师 一种的这个希望他们能够转真圣音 一种超度是无穷无尽的 不能讲说 我已经超度过了 差不多五次就可以了 第六次就不用了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你是一种孝师嘛 是一种是一种孝顺 是一种意念 不但是一种这个孝顺 一种意念 还可以增加他们的这个圣音在里面 这一点很重要 不要说说 已经上天了 好了 事情了 以后就管我自己的父母 通通不管了 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里面就是有超度的 在里面 另外呢 他这里又教你 你要知道啊 这个 你的父母啊 你的祖先到哪里去 生和天宗 或在何去 就是说 你已经死去的父母啊 或者死去的祖先啊 他们到哪里去啊 你很想念 想要知道啊 他这里也教你 能够在三七日中 三七就是二十一啦 三七二十一 这个三八呢 三八是二十几 二十四啊 三八二十四 三七二十一 总之你三七日中 就三七就是二十一天 一心瞻理地藏形象 念其名字 满于万遍 要念一万遍的地藏菩萨圣号 南无地藏菩萨 南无大焰地藏菩萨 这样子就算一遍 要念一万遍 在二十七天 二十一天之中啊 念一万遍 这个佛陀讲了 这个时候啊 菩萨会现无边生 你假如是在念当中啊 有时候你在念念念当中 看到地藏菩萨发金色光 现无边生 就是整个西空通通充满 现无边生 他来告诉你 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祖先 你的亲人 现在在哪里 或者在梦中啊 菩萨会现大神力啊 亲领世人 就是领着你啊 带你去看 所以你看 你只要在三七日中 三七二十一天当中 念满南无地藏王菩萨 一万遍 那么你就跟地藏菩萨讲 我想要看我的啊 过去的这个父母 或者祖先在哪里 地藏菩萨会在梦中啊 带你去看 他这里写着 亲领世人 以诸世界中啊 见诸见数 这个就在我们啊 密教里面应该有的 像那个吉祥天理啊 这个梦通法 吉祥天理梦通法 你求什么 他会给你指示 吉祥天理会在梦中 给你显现一个梦境 那个就是叫你啊 在最好的时刻里面 最适当的时刻里面 你礼拜供养吉祥天理 念吉祥天理的咒 Om Mahasriya Soha Om Mahasriya Soha 你念吉祥天理的咒 念满多少遍 在那个时刻跟他祈祷 然后用五色线啊 结在你的左右手 梦中他就来引导你 告诉你这个事情的情形 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吉祥天理的梦通术 那现在佛陀已经讲了 你要修得梦通 想要知道你的父母在哪里啊 你能够游地福啊 你想去游地福啊 你只要这样子做 三七日中 念满万变的南无地藏王菩萨 跟他祈祷 他就能够显现无边生 在禅定里面有时候你可以看的 你就是眼睛闭起来 突然间看到地藏菩萨 显现精神 无边生 充满虚空 他还告诉你 在耳朵旁边告诉你 你父母现在在哪里 他都跟你讲了清楚 这个就是神通跟梦通 都在这里面都有了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释迦牟尼佛讲的 还有呢 你要求父法 也很简单 释迦牟尼佛也这样子告诉你 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 至亦千日 世人当的菩萨 全所在土地鬼神 终身为父 这个就是父法 终身啊 你这一辈子当中 都有土地鬼神 来守护你 他的方法就是这样子讲 每天念地藏菩萨的名 一千遍 一千日 一千日差不多是三年多 三年多 要念三年 你念三年 每天念一千遍的南无地藏王菩萨 念了三年满 就有土地鬼神 终身都在你的周围守护你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不是我讲的 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跟你讲 你会想哎呦这么便宜 有的念三七日 有的七天就超度了 有的七天 有的二十一天 你就有梦通了 你念这个三年的南无地藏王菩萨 你就有父法了 这个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在地藏经里面就有 你不看经典 很多人看经典 马马虎虎啊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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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了 你这里面已经教你方法了 已经有法在里面了 你以为啊 地藏菩萨经就是念了 超度的时候 念一遍念完 讲什么 你就不晓得啊 那到底经里面告诉你什么 这里面已经在教你法 这里面有三个法 超度法 梦通法 副法的法 都已经告诉你 释迦牟尼佛在这么小的一段的文字里面 告诉你三个法 大家也是经常帮人家超度的做白事嘛 做红事没有念这一本 做白事 以前我那个以前几个经常赶金颤的师傅啊 有时候啊这个书文啊他一天要赶好几场金颤的去给人家拜天宫 人家结婚啊拜天宫啊 这一天可以啊拜天宫 他拿错书文拿成超度的 念了半天 啊哈哈糟糕 人家是做喜事的 是红事你念成这个书文念错了 念到最后说赶快换一张 感经常感得迷迷糊糊的 反正穿的都同一件衣服嘛 念出来就不同 所以啊其实我们诵经啊要了解经意就是在这里 他经中有大药啊很重要的药点在里面的 那佛陀本身讲的这些法已经传纳你三个法在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地上一这么一小段就有三个法 这是都是重点啊 都是重点 另外你要求焉也有啊 再来就是求焉呢 他怎么求焉呢你看 你看那个观世音啊 若未来是有善男子善女呢 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焉 你什么焉你都可以求的 百千万亿什么百千万亿呢 什么焉都可以求 百千万亿等事 很多种事的 但当归一瞻理供仰 归一啊归一佛法身 归一地上菩萨 瞻理供仰赞叹地上菩萨形象 如是所焉所求细界成就 都会成就的 他还教你求焉 你跟地上菩萨也可以求焉的 不只是说求要看见 有的人讲说地上菩萨专门管阴的啦 那我要看见我父母我就求地上菩萨 其实你有什么焉也可以跟地上菩萨求的 这释迦牟里我讲的 不是我讲的 地上菩萨也可以求焉的 你看 你看嘛 文明者至心归一佛以相伐衣服宝贝饮食供养 占你是善难你等 所焉速成 永无障碍 所求的焉都很快可以成的 这个就是 这个求焉 这里面可以讲这个重点都在这里的 甚至于 他讲呢 欲发广大慈心 你想要发广大的慈悲心 救度一切众生 想要救度众生 欲修无上菩提者 想要成就佛果的 欲出离三界者 三界者就是三界以上的 色界、异界、异界、色界、无色界以上的 出离三界者 是诸人等 这个也可以 厌万也可以达成 你想要度众生 要发菩提心 要成就佛果 成为菩萨 你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是 底藏菩萨本身来讲 利益人天 他本身利益人天 这一段里面 释迦牟尼佛讲 超度法 梦通法 父法法 求焉法 都讲了 讲了四个法在这里面 不过要重点在哪里 有一个重点 我认为这个重点 他这里面有提到 一心 我以前也讲过一心 要一心 你不能随便 不能马夫 你在这个念 南无地藏王菩萨 也不可以随便 不可以马夫 不管你在三七二十一天当中 或者一星期当中 都是要你一心去做的 那么求父法也是一样 三年之中 念南无地藏王菩萨 求父法也是一样的 你求焉也是一样 要一心的 全部要一心 这个 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人求焉不成 有很多弟子 他说 哎呀 我修法修那么久了 为什么还没有入山摩地 修个已经归一世尊了 他说我已经归一世尊三个月了 为什么还没有感应呢 他们都要问我 你们以后回信了 写两个字就可以了 一心 你没有一心嘛 你着相 有很多人是着相 这个 在这个典故里面有写过 一则这样子的那个禅宗的这个典故 有一个和尚啊 去拜访一个禅师 那么两个人谈谈谈谈谈谈 谈得很晚了 那个外面的天啊 都黑了 天都黑了 这个禅师啊 送这个和尚出来 他说天已经黑了 路不好走 我给你点一个灯啊 点一个灯啊 让你好走 这和尚说好啊 这个禅师要给我点一个灯啊 让我在路上好走 那个禅师就 用火柴 点了一根蜡烛 拿走 让那个和尚拿走 回去啊 因为两个人谈得太晚了 谈话谈得太晚了 外面天都黑了嘛 路上不好走 这个和尚拿走 这个蜡烛要走的时候 然后这个禅师啊 突然间又 一口又把那个蜡烛 给它吹袭 那个和尚就 嗯? 你不是点着这个蜡烛灯要我走 为什么又把这个蜡烛给它吹袭呢? 这里面就有禅记了 这里面就是有禅记了 已经在启示这个和尚 这个禅师在启示这个和尚 那么一般人啊 大部分来讲 对于像这样子的那个禅宗里面 那个典故 会不了解 你帮我点了蜡烛的灯 要我看见 路好回去 怎么又把我吹袭呢? 那不如不点啊 不如不帮我点这个灯 但是这个禅师啊 给他吹袭 又对他笑笑 这个就是有意思 有他的意义 有他的意义在里面嘛 那当下 这位和尚 马上他就领悟 马上就开悟 马上他就很快开悟 哦!原来如此 那你们想一想 什么是原来如此 他帮你点了灯 要让你走 然后又把你吹 什么意思 这个一般人会讲说 这个不是多此一几吗? 多此一几吗? 其实他有意思的 他意思就是要告诉 告诉这个和尚 你不要灯到灯到外向 最重要的是把你的光明 把你的星光发露 你自己心里有灯 外面的灯你都可以不要管的 你只要你心里有灯 能够星光发露 这一点最重要 外面的这些像呢 都不是很重要的 当你自己的星光发露的时候 当你自己的星光发露的时候 你都怎么样子 你都很光明的 都很清楚 这个禅师要告诉这个和尚 但是他用这一种动作去表示 其实这个也是一心 也就是一心 你不要有恶心啊 不要借着外面的这一种光啊 你才能够有光 你自己要发光啊 你自己的心才重要 外面的都不重要 一个人要得到这些法 佛陀跟你讲的法 要一心啊 你着相来念佛 着那相 着那相来求 着那相来求 着那相来求愿 着那相来求父法 都是不对的 都是不对的 你只要你能够一心啊 你这个 所学的法 马上就成就 就很容易相应 那这一点很重要啊 不要说啊 外面啊 靠外面的灯 你自己心里的灯要点起来 那这个是禅师啊 特别给那个和尚做这样子的启示的 不是多时一举哦 所以你要超度法成就 一心啊 要梦通法成就 不着一切外相 护法法一样 护法法一样 求愿也是一样 外面的像啊 你不然 你一心持民 你就成就 那今天就谈到这里 好吗 能不能 没有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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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用 海 杜 размер